下個禮拜就是農曆過年 我要代表國人感謝各位國軍官兵 為了守護國家安全所做的貢獻和付出 這些年來 我們有很多軍事相關的行程 從國防產業推動的情況 再到各營區去看國軍官兵 除了表達國家對軍人的重視 了解我們弟兄姊妹的需要 更是要讓我們國人看到各位的辛勞 因為也大家日常的努力訓練 成就了國人的如常生活 五六四里可以說是保障高雄地區整體安全的要角 不僅擔負大岡山雷達戰等重要軍事設施的防護使命 也扛起岡山地區災害防救的使命 平常的戰訓準備是相當辛苦的 剛剛我看到各位的戰績超遠 以及機場設施多灰演練 真的很精彩 大家展現出聯合作戰的絕佳默契 有各位的守護 我和國人都很放心 另外 我們五六四里的弟兄姊妹 做好繁忙的勤務之外 還利用公餘的時間和公益的組織共同行善 對社會安全網帶來一個正向循環的意義 非常值得肯定 守護國家 照顧國人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國軍最重要的使命 我相信大家的善行 國人都有看到 也會給我們國軍更大的支持 希望大家也能夠繼續保持熱心公益的精神 一起讓我們的國家更好 最後 我要下達一個新年的任務 留所的官兵務必打電話回家 跟家人拜年 能夠休假的官兵 一定要回家好好陪伴家人過年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也希望各位能帶我向家人轉達這份祝福 感謝他們對國軍的支持 我再次感謝大家的付出 因為有各位的守護 國人才能國防安全好過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